美國眾議院議長 貝洛西8月3日離開台灣 前往韓國 解放軍則會在8月4日12時 到7日12時 組織實彈射擊 被指認同封鎖台灣海空3天 嚴重上超過96年 台海飛彈危機 不過台門4日報道指出 台灣交通部和外交部 向日本菲律賓協調 退換航道者到後成功突圍 航班資訊顯示 培園機場當天 除了因為疫情取消 34班航班外 加正常起降 上面有航班 任軍演取消 時設軍演入面 艦防軍將會在台灣 東西南北 周邊共六個海域 進行重要軍事 演奮行動 並組織實彈射擊